好 弟兄姐妹平安 朋友们平安 今天是我们丰收华夏基督教会的周六主日诀 欢迎大家来到谈见谈心这个YouTube的频道 那我们今天是要上如何管理怒气这门课的最后一堂 所以这个是咱们这个系列的第二课 我愿成长有更多幸福感 这个系列的第二课 那大家看到这个广告视频是发比较多的 我是做成一个滚动式的广告 我是请雅韩姐妹帮我做的 所以这次讲完了 然后下一次到2月3号吧 2月份的第一个周六我们要开始讲下一堂 这个第二课就会被虚掉了 第三课就会出来了 所以具体时间到时咱们再通知 好 大家有没有期待 好 所以这个是17节 所以下面一课就是叫如何改善亲子关系 并探讨挑战所在 是会2月份到3月份 好 就比较像好像在爬山一样的我感觉 好 就今天呢我们是要讲 上次讲过了几个比较有挑战的这样的一个题目 一个是叫末日四奇事 那就是人际沟通中间最最糟糕的 最有破坏力的四种的沟通模式 我们要探讨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是家暴 这个是我花了蛮多时间准备这个 然后就是要讲一下就是人际关系的模式 这个不一定就是光光是沟通 那是多方面的 好的 今天我们还要最后要讲一讲 就是我们如何与易怒的人共事 共住或者共存 假定他们在我们生活中有跟我们不同步的 我们都在学习啊操练啊 但是不是说每个人跟我们一样都有这个认知 然后又有决心又有行动 还像我们在操练 有的人就还没有认知或者刚刚起步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跟他们一起生活共事共存呢 所以这个我们最后也会讲一点 好 这个在我们的课堂说明 这门课的最后一次说明了 所以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 记笔记 自觉静音 我们有现在有六七位助教吧 他们要回答问题的时候 他们会开麦 然后他们会关麦 好 所以其他的就是还是会录像 现在已经开始了 然后会上传这个叫谈见谈心的频道 所以大家可以可以上去看以前的 或者没有看的可以再补上看 需要的话 好 下面一点我就不再讲了 大家看一下 教材 就是圣经 然后就是这个关于健康界限的 这两本书英文的和中文版的 还有这本比较薄的小册子 亲密关系中的情绪管理 大家有兴趣都可以用来看 所以入区管理 其实也就是要把握 情绪表达的健康界限 所以要回顾一下 大家想一下 上星期讲了些啥 有没有自告奉勇的 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助教 可以回顾一下 上星期讲了些啥 否则我点名了 是吗 我说 上个星期就是我们讲的 那个学习拍死蚂蚁的新的几个方法 一个五个方法 一个是这个物逼急 然后还有一个是深呼吸 然后还有一个是避开导火索 然后是三思儿 那个言行 然后是寻求妥协 然后是有备五患 一共五个 哇 真是 太好了 谢谢 那咱们这个课代表示的笔记真好 就是 对 三思而言行 比如说我们说三思而行 我们就忘了言 其实也是行的一种嘛 所以我特别就要列出来 强调一下 然后寻求妥协 最后是有备五患 如果你要知道详情 可以看上次的录像 好 然后呢 第二 我们又操练了 是吧 这个好像永远不太多 never too much 操练 怎么样挑战或者抵挡 我们这个典型的 十种习惯性负面思维 这个我们叫PASS蚂蚁 因为这个 习惯性负面思维的英文缩写 叫蚂蚁 就是跟蚂蚁的词一样 所以呢 这个我就想现在 要补充一点点 补充一点点 就是我们上次有讲到 刚刚你看这个 有一个叫 不逼自己或者别人 自死角 英文这里其实说 其实挺有意思的一个谚语 don't pay yourself or other into a corner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吸过地板呢 或者 或者是脱地板吧 你是怎么脱的 你是找一个门嘛 你是从门这边 往角落里脱 还是从角落里面一个人脱出来 怎么脱呀 小莫我看你肯定是很爱脱地板 怎么脱板 对我是会圆着那个角落的 那个那个转角 就是用那个那个 最角落的地方 就是用手又把它 圆着那个角的死角 把它擦干净 拦出来 那那平面的地方 就肯定是用吸尘器 大的能吸得走的 就先给它吸走 就是细微的地方 还是要 要更细致的去处理 就是这个 拖地可能不是 那么明显 不行 咱们再拖一遍嘛 但是我们如果 是漆地板的话 现在都做地板 什么的 以前我记得 我们家有时候 做水泥地板 在国内的时候 还要上面漆一层 这种的时候 如果我们是从门头 这样切到 这个房间的 那个深的角落 那我们怎么出来呢 是不是啊 就把自己逼到了死角 然后出来 又被把刚刚切好的 都给毁坏了嘛 都脚印要出来了 所以都要设计好 我们从角落也往外起 所以这个意思就 不管怎么样 把自己逼到死角 或者把别人 逼到死角 都是一个 很糟糕的事情 是吧 所以这个就是 这英文有这个谚语啊 就意思说 咱就避免把人 或者自己逼到死角 这个好 我觉得上星期 没有解释这个英文好 所以讲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这样一个谚语 那我今天呢 我想就是分享一下 这个就是 怎么样能够避免 把自己或者 把别人逼到死角呢 有一点啊 就是说 警觉情绪的温度 就是每个情绪 都是有温度的 大家有没有记得 我给你们分享过 一个情绪感受论 每一种情绪 都有颜色 是吧 这个就是你们可以上网 去下载啊 搜索下载 你可以有个比较大的 这里看 就是你可以看到 比如说生气 大家想想是什么颜色 红色 好 看看嘴心 红色 对 如果是黄色 就是一个很喜乐 和那个兴奋的这种颜色 蓝色会比较这个 这个安静啊 比较有点意义的 悲伤 这是有点紫色的 反正就是他 基本上 这个作者 设计者 用的颜色跟那个情绪 温度我们尝试中的温度 有点相合的 所以呢 就是 像这里 我以前上课的时候 我把它 就是截屏下来的 我挺喜欢这个 我把它加了中文 就是说这个情绪里面 有两种 我们就 这个情绪里面 有两种比较危险的 就像我们开车的时候 拿几种 这个 这个灯的颜色 我们要警觉 要慢下来 或者停下 拿两种 Lydia 那个开卖 红灯和黄灯 黄灯要卖 那必须得stop 是不是 就是 其实 咱们 有没有想再跟人 交流的时候 是不是 咱们 是不是也是可以 有点眼力见啊 看那个人 好像头上开始 有点冒烟的 咱们是不是可以 这里怎么算 要停止说话 就闭嘴吧 这个 就想办法 像我有的时候就换个话题 或者就讲个笑话 什么就让他降温放松 是吧 No talking Time out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是 你比我凶 我比你更凶啊 是不是这样子 那这样的什么后果 是吧 就是 但是也有这样的性格的人 所以很多这种争执啊 冲突就升级了嘛 最后搞到什么小范围的大战啊 乃至世界大战 就是很多红灯的时候 都没有这样的及时的这个停止 好 那还有一个就是黄灯 其实最关键我觉得是黄灯 就是黄灯的时候就感觉 有点不对劲啊 就是希望我们都是 也不要太敏感 有点敏感 不像个木头人一样 是吧 有的时候 这个人怎么像个木头 就是 就是有点感觉 就觉得不对劲 脸色这个人开始变了 所以在黄灯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能还是要沟通 那我这个时候就是来 考验我们的定力的时候 所以我们前六课一直在讲 如何的有这个比较健康的 比较坚定又沉稳 有温和的沟通 就是要在黄灯区用的 这绿灯区的时候 咱们需要这样吗 需要那么严肃吗 不需要吗 我们应该随便开玩笑 打 不是要打情骂俏 就是说 就是随便 对一下人家都没关系 是吧 就是 直律灯区的时候 这个能就 彼此都能理解 你就 就挖苦我一句 我也能理解 这就可以正常对话 但很多时候 就不同的情景嘛 那我们觉得 好像我讲那句话 是不是不合适 有的时候我们对别人不了解 或者就是 了解的不够 就讲那句话 想到不对劲 我是不是得罪他了 是吧 就是我们就要 有的时候 就像我们以前说 表达出 我看你是不是不高兴了 我刚刚有没有说啥话 是不是说的不合适 我们如果及时能去沟通 别人如果能及时能够 跟我们反馈 对对对 你刚刚说的这个 不太符合事实 我给你解释一下 但有的人说 不想理你了 我就不想跟你沟通 那是另外 那这个也是 会让这种情况 升级的是吧 最好都是 就是彼此能够坦诚的表达 那时候自己的想法 或者甚至情绪 所以 所以这个 关键是什么 就黄灯去 就是因为我们说的 界限就是预防为止 黄灯去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 来操练 我们学的 至今为止学的 这种沟通方式 就觉得有点不对劲 这个时候 自己心情不好了 或者觉得对方 脸色不对 那个时候我就要 要 穿 呼口气 然后呢 提供 就是 有架构的这种沟通 那听起来好像 是不是太作作了 但是 我不知道 有没有其他方法 但是这个 那样的 上次我们就说 好像教科书式的 这样 三段曲吧 这种 这种就是 给你提供了一个架构 就是我们很熟了 也不需要怎么 这么严格 但差不多就那个意思 差不多那个意思 我们就这样的去沟通 一般呢 就不会 从黄灯升到红灯 但是很多人 我们说 我现在还没有学会 怎么样 这种做 assertive speaking 是吧 就有温柔坚定 就温和坚定吧 这种表达 我现在不会 因为这个时候 就是最好有辅导师 或者仲裁在场帮助 我就是 所以 为什么 很多夫妻 那时候没有学嘛 他们对 说啊 如果有这个认知啊 我们需要帮助 他就来找心理辅导师 那我在场就给他们提供一个架构 是吧 我也辅导的时候 也会有这个 但是 资金是难的一方 以前是面对面的时候啊 就是疫情就冲出去了嘛 就会夺门而出 也会的 都会信信的 又会进来 就是 这种情况都碰到过的 所以就是 但是他不会太过格 以前我也会站起来 我说 抱歉 这就不能进去 下去了 请你们两个人都 是吧 都 暂时离开吧 我们下次再来 有的时候 因为我至少提供一个架构 不是可以在这个辅导师的里面 可以撒野的 是吧 但是就是 如果没有辅导师在场 一个 一个中立的仲裁在场 就有的时候 就叫花边了嘛 我们是不知道 这个 硝烟战火会怎么样燃烧 所以这个就是 给大家一个概念啊 我不知道大家喜欢吧 我挺喜欢这个的 好 所以呢 我看看这个 这个经文 我看江姐妹你来念一下 箴言15章18节 暴怒的人 挑起争端 忍怒的人 止息争端 止息争端 好 谢谢 所以这个你看 是不是跟刚刚那个有点像啊 是吧 暴怒的 他就直接从黄灯区 就 就冲向了红灯区啊 但是 忍怒的人 他就 在黄灯区 他有办法让他降温 降级 把冲突降级 然后进入 绿灯区 可能没那么快啊 但是我们待会可以讲的 可能有个过程 但是至少 我们可以 止息 分证 这个圣经 我觉得用在这儿挺好 好的 这圣经里面 尤其真言里面 很多的 关于 如何 表达呀 这个 言以于 即止 方面怎么样 去 去做 很多的 今天就不过了 大家可以去 自己去查 反正就是非常多的 反正我再要 检查作业 这么看 上星期 看看 有没有人 有机会 操练 用咱们的 这个 打死蚂蚁 这个方法 来 打消我们 或者 阻挡我们的 这个 习惯性 负面思维 从而 阻止了 这个 这个 发怒 这样 这样的故事 有没有 上星期 有没有 好 林里 分享一下 就 一分钟 好 我先生 在澳洲 他一直 因为这个 澳洲政府 对他的各种 不公 然后 天天 给我打电话 一天打好多电话 一打电话 就开始骂 一打电话 就开始说 说的我 一天也吃不下去饭 一大早上 给我打电话 然后 咚咚咚咚咚咚 一顿说 我跟他解释 各种想解决的办法 他全都堵死 然后就开始发脾气 然后骂人 我就想发火了 后来 我说 我就想起师母说的话了 逃避 赶紧走 赶紧走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 这边 我还留点事 没弄完呢 我等会弄完 打给你 他正说着 正发火呢 我这么一说 他说 那先挂了吧 然后再也不给他打了 他给我打我也不接了 等到晚上 我再回过去的时候 他就好多了 所以 就是这种东西 用在 以前我不会的 以前就会 两个人就吵起来 吵完 啪 电话一挂 几天就不联系了 我就提前躲避开 我也不会受他情绪影响了 我就会 平复一下好多 要不然他整个带节奏 给我带的 我整个一天 我连饭都吃不下去 就没有心情 什么心情干都没有了 我就 我就说这一点点吧 好 谢谢 所以 对啊 你 这个哈 大家想想 这个情况哈 我因为认识 认识你老公嘛 就是 大家想想 可能是他 老公这样的发怒 可能是 有哪一种 比较典型的 习惯性负面思维呢 哪一种 吴燕姐妹 还是比较是 可能有哪一种 我觉得他就是 万下定论嘛 他说澳洲政府 对他迫害嘛 对他那个嘛 我觉得这个 对吧 这个我觉得 好像也是有点这个 就是主观意想 然后万下觉得 可能他爷爷是有一点哦 对 有一点 然后 对 然后还有那个 以偏盖权嘛 哦 对吧 澳洲也有不少好的地方 是吧 然后 我觉得他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是专注负面 哦 对 嗯 我觉得这个 还有对正面的一些 看法 没有加以思考 就是 就是说 放太多经济 在负面的事上 正面的事上 没有太注意到 嗯 对对对 我感觉他特别受这种负面 东西的影响 这个负面东西 一来的话 他就 嗯 情绪马上就不好了 然后来一件 让他开心的事情 他就又把那个 又忘了 就是 就是 也挺可爱的 嗯 所以 就是 就是 这个像 像那个 那个 马力 以前会 直接跟他就怼上了 是吧 那 嗯 那个时候的话 嗯 你也 会 发火 哦 就被他 这个 这个 导火索 就点燃了嘛 你也发火 就是 就是 如果你以前 那个情况 已经 也发火了 可能是 有 有什么样的 可能也是有某种习惯性负面思维 你想想 有啊我就觉得你凭什么 你把这些垃圾堆都堆到我这儿啊 又不是我把你怎么样了 而且他跟我讲了以后 我会先是跟他说 哎呀你不要这么想 不要那么想把你气坏了 不好怎么怎么样 他根本就听不进去 那就干脆干账呗 干完以后不说话就完事了 好的谢谢 那我们看一下玛丽的 这个以前的思维就说 你凭什么怎么怎么样 那是哪一种思维呢 因为他现在不太怎么做了 那是谁能看出来是哪一种 小莫 他的这个回应 我觉得有点第八个 强人所难 还有有点 有点 有点 贴标签 贴标签 还都老是这样 所以 有没有道理 我不知道玛丽看 就是说 因为他还没有到你这个程度 就是 咱们现在就说 哎你要就是很理性的 这个 思考问题 表达 那人家现在没到这个地方 我们如果就 希望他已经到了 就有点就是 必须应该这个 这个 这个 蚂蚁在那 那你现在觉得 哎呀 他现在反正现在还没有 意识到这个问题嘛 慢慢来 给他一点 所以在我们最后会 会讲的 所以我不知道 有没有道理 玛丽 有有有 就是他 我觉得他是需要一个通道 就是这个事情 他说出来了 发完火了 可能就完事了 但是必须得有人听 必须得有人配合 我就觉得这个人 为什么是我 哇 然后 对对对 但是像 像您说的 就是他可能 也需要一个过程 如果这个过程 慢慢的 他自己意识到了以后 让他慢慢的改变 相互之间有个互动 可能就会慢慢好 我觉得 您用了一个 这个策略啊 非常好 我感觉是 你用了 避开导火锁 我不避 没办法呀 他就一直 刀刀刀刀刀啊 所以这个 是不是蛮好的策略 怎么为什么要 像什么 什么这个黄气光 是不是啊 去铺那个枪口 对吧 对 这个就是 也是一个 一个能够保护自己 建立的一个健康的界限 也不说你永远 不跟他说话 你就先 是吧 晾一下 对 不要撞在人家枪口上 好 谢谢 谢谢 所以这个是 就希望大家能够 熟悉操练 所以我今天就 不再 就是另外操练了 看大家 已经做得很好 所以这个 我们这个方法 现在就是 把蚂蚁打死了 就是要 质问这个 真相 就是说 比如说 像 玛丽的老公 她 你觉得 应该这样 但是 她做不到啊 是吧 现在事实 情况是 她还没有这个 缺乏吧 这个认知 还做不到 所以这个就是 这些都是一个方法 我们先问 她的现实情况怎么样 她是不是能做到 然后我想 其实 她现在一方面 缺乏这个认知 另一方面也 还没有真正的 开始学习或者操练 所以 我是不是要 现在 给她时间 给她恩典 所以这个就是 几种 打死蚂蚁的 这个 板斧啊 所以这个要操练的 所以这个 所有的这个过程 大家知道 这个是基于 叫ABC理论 这个以前 板斧讲过了 就是 这个Albert Elise 和Aaron Beck 他们在50年代的时候 这个发现 然后发展的 所以 所以主要是 就是说 主要是我们 这个脑子里 这个负面思维 其他的思维的问题 这个信念 不是说信仰 就是一个belief 就是这一种 习惯性的一种 比较有点 固化的一种 模式 思维模式 所以我们现在做的 就是 博斥处理 这个蚂蚁 拍死 然后就会有好的效果 这个 我们的这个 思维改变了 然后我们就会有新的 感觉 就会心情一下就 试然了 好一点 好 这个我就跳过去了 那今天我上次说要讲 有关于 四种对人际关系 伤害最大的沟通方式 所以 所以他叫那个 那个 John and Julie Gottman 他们是婚姻辅导的 这个是笔组吧 就是大咖了 绝对大咖 就是他们就是提出来 这个说法 他们把它叫做 Four Horsemen 大家熟悉启示录的 这个弟兄姐妹 可以想起那个 就是在末世的时候 第六章 一定要把 有四种不同的颜色的 出来是吧 有皮 然后有皮 就是他 那个圣经里面说 这个是代表 白马 狄基督 红马 是战争 然后这个是 灰马吧 黑马是饥荒 然后一个灰马 是死亡 有的还有点 有的神学家 有另外一个叫的名称 反正就是差不多了 就是反正末日要到了 所以他们就是 探索出有四种 沟通方式 是最糟糕的 大家想一想 你觉得 哪一种沟通方式 最糟糕 你觉得会 导致这个关系的破裂 大家能不能想 这个末日 这个挺吓人的 就是我们就 是讲沟通嘛 所以呢 大家能不能想 哪一种 什么 哪一种 比较严重 就是 语言暴力啊 哪一种啊 语言暴力好多啊 哪一种是具体的 那个 吴燕 你就可以先 这个语言暴力 我觉得 是不是那种挖苦 还有那种 对对对 然后就是 有的人他说话 就是那么尖酸刻薄 对 我就觉得 这个语言暴力可那个了 你看着他笑嘻嘻的 然后一句话出来 一下子能把你的 那个那个那个 一下子能引爆你的那个底 哦 还有吗 还有吗 还有就是 我觉得还有就是 火大的时候 就就骂呗 什么话都骂出来吧 对吧 是 还有吗 嗯 还有什么 还有 再想一想 他想一想 骂不赢就打 打 嗯 嗯嗯 好 还有吗 好 没关系啊 大家可以想一下 看看你们同意吧 嗯 我这个不是按次序的啊 批评与指责 可以是很直接的 可以是 酸个垃圾的 就是什么 酸刺打击啊 也是啊 刚才无限说了 是吧 冷潮热讽 啊 冷潮热讽 这个也很厉害 对 嗯 互相伤害 啊 互相伤害 互相伤害 嗯 好 第二 有一种 他们可能我们都不想 想不到 所以这个辅导的时候 经常要探讨的 嗯 自我防卫 辩解 如果人家说我了 我们说 我比你好 对吧 嗯 你比我 嗯 更糟糕 嗯 我怎么怎么样 我就然后找出一大堆理由来啊 你不是你不是指责我了 我就一大堆理由 大家有想 这个不是我当然要 自我防 我当然为自己辩解了 是吧 但是我们现在考虑一下 这样的话 对我们的人 彼此关系 有什么样的帮助 大家想想看啊 还有 拒绝对话 所谓的就英文叫stonewalling 我们中文叫冷战 哦 然后 就是蔑视 或者鄙视的态度 这个包括就是我们在 有的时候就是可能没说话 嗯 也没有动手 但是我们这个眼神 或者这个表情 哦 当然有的是动手啊 什么骂人啊 这都属于这里面的 骂人就不就把人家骂成垃圾啊 或者更难听的话 是吧 这个就是 所以这是他们研究出来 应该说 破坏人际关系的沟通方式 可能有几十上百种 但是经过他们的研究 他们是 就是他们是有这种 就是当然也是得到人家同意的啊 就是摄像头 跟着 然后很多很多的interview 就是面谈 然后采样 很多很多几千个人 然后发现这四种是top 这是最最糟糕的普通方式 大家觉得有没有吃惊啊 有没有觉得吃惊 Are you surprised 没有吃惊可以摇头啊 大家在思考啊 沉思啊 看不到你们表情 有没有吃惊 小莫 你好像冻结了 你们吃惊吗 吃惊啊 我在背景有点吵 所以我就静音了 好的 所以可能有的时候 可能吃惊也不吃惊 好 再问一个问题 就是这四种里面 你们觉得哪一种杀伤力最最强 Lidia 冷战 OK 还有吗 我觉得是批评和指责 OK 还有吗 吴燕 你觉得是哪一种 我觉得第三种 他不理你嘛 你怎么说他都不置身嘛 有没有人说是鄙视或者蔑视态度的 我觉得是 王源 我感觉的是 鄙视跟轻视的态度 让人最受不了 比不说话都难过 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态度让人给人感情就不是很好 还不如吵一顿说一顿 或者面对面争吵一顿 这样的话能让你接受 这个鄙视跟这个蔑视的态度 就是从心底里就没有把你当成一个 当成一个人吧 可以这么讲 我觉得这是最恶劣的 哇 这真的是 非常 一语重敌啊 研究表明 他当然伤害性很强 研究的鄙视和蔑视的态度 是最最伤的人 对 最最伤害 就跟王源刚刚说的 就是因为他 就是伤害了 做人最最基本的 需要的一点 就叫什么 自尊 是的 有的人在气头上可能还打人呢 但是他可能 就是因为他这个可能对自己这种言语啊 或者是手脚管理不好 但是他是那种 一种 坏习惯吧 但是 鄙视和蔑视的态度 是从心里面 不把对方当人 就是 就是 就是彻底的 否认了别人的人格 但是 这个你说 咱们是不是也做过呀 就是我们 但凡骂人 骂得很难听的 其实就是没有把 当人 其实 但是我们也知道 这是 非常非常 严重的 这个 伤害人的沟通方式 即使没有说话呀 有没有道理 对的 所以这个 这个说语言的杀伤力啊 就我以前 我在网络上 收就会收到这样的图啊 当然这个理事 好像男的 但是 大家知道这个 其实 女的也会这样做 所以我每次要反复强调 现在 待会要讲家暴 不是吧 就是 男的家暴女的 不少女的家暴男呢 所以 所以这个 当然这个两个图 正好是这样情况 男的 所以就是我们 虽然说出话 他对人的影响 就相当于一个拳头 打在人家身上 甚至有的时候 就说小孩子 屁股上打一下 红了 但是过两天就 好了嘛 可能半天就好了 但是有的话 伤了他们的心 很长很长时间 都会很难疗愈 所以 所以这个 话语的杀伤力 我可以 这里说可以大于拳头 所以大家要非常小心 所以这个 我们要想一想这点 我们是不是 是做过或者领教过 还有 我们在座的 有没有信念 那大家就不回答了 大家可以 考虑一下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刚刚在想了 最最致命的是 蔑视 就是伤自尊 那这种 我们知道 这个这么不好 那么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怎么办 说做这些都不好 那我们怎么做 是吧 那什么 做什么 相反的 是不是 就是这个是 你这样做 就是会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那就不这样做嘛 那问题是我们 做得到吗 我们具体操作怎么做 我们待会儿看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好像很 street forward的 就比较 直接的 就不批评 指责嘛 是吧 不自卫 和辩解嘛 不拒绝 对话 不住墙冷战嘛 或者就是最后一点 无论如何 都不能表现出 鄙视 我们也是 不容易吧 那我们要怎么样 想一想 耶稣 耶稣怎么做呢 这是 压伤的 如尾 他不折断 江禅的 灯火 他不催灭 所以就是 我们要多多体恤 别人的软弱 就是他可以是 更有各样的方面的软弱 可能是 言语方面还没有 学会很好的沟通啊 或者是行为方面 也是有一些问题啊 这种都是人的软弱 只是每个人的软弱 表现出来是不一样的 或者有的人就是 可能没有说啥 没有做啥 但是他就跟你冷战 根本不理不睬 是吧 这可能他现在没做到 也是他一种软弱 他只是用这种方式 来对应 某种压力 所以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 这最后还会讲 这是非常不容易 所以这个 我们就说 这种当然是 刚刚说的那个 都是威胁嘛 是吧 这样做了 也不说今天这样做 明天就破裂了 是吧 到底 什么时候 真的就破裂了 好像 就无可挽回 很多时候我们 研究婚姻关系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 这以后讲婚姻的时候 可以讲啊 我继续在 有的时候觉得 伤害最大的 是什么外遇 或者是 打架 那后来有的时候 人家有外遇的 都复合了 打架的后来也 重归已好了 那 结果是有的 好像外面 哇 感觉像模范夫妻的 那种啊 下离婚了 让我们真的跌破眼镜 那让我 你可能不定知道 就是 那我们想 为什么 是吧 好像没有 听说过 或者 这个特别大的事情 发生 所以真正的情况 的研究表明啊 是 大大小小 不良沟通 造成的 腐蚀和破坏 就像我们 成有句话叫什么 水滴 什么 石川 水滴石川 我们有的时候 就轻视了这个 平时 反正是老夫老妻了 我们这样说话 反正他是我的孩子啊 他想咋的 我不能说他两句吗 就是 这种就是极少程度 到后来 就是水滴石川 到后来就是 一个是 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然后 这个 是吧 语言呢 就是 就是 平时说话 语气啊 表情啊 肢体语言 或者行为 这个 一直这样弄 后来就是 覆水难收 就是那种就是 到后来破坏了 那就是一个碗呢 就是 就后来 一开始可能有些 裂缝啊 什么的 但是如果冲击力 有的是很大 有的是慢慢的裂 有的是爬下裂了 那我们 我不知道 现在的人 马上去买个小碗 新碗 我记得 现在就是有个小缺口 都觉得 哎呀 这个扔掉算了 小的时候 我不知道在座 有谁看过补碗的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 看补碗 有没有看过 这个 这个 最后一个 有没有看到过这个 玛丽肯定没看过 说那 你还没出生呢 是吧 所以我不知道 在座 杨姐没可能看到过 王源看到过吗 补碗的就是他 补碗的时候 好像在拉壶琴 拉二壶的样子 还有的时候 弄点口水 然后抹在那个 就是要 加钉子的地方 咕噶咕的 就问题是 就是我们现在学 就是一个目的 也就是如果我们 有什么的破裂 什么的伤害 我们现在要学习 疗愈嘛 最后就 可能是复合了 什么 但是我们要记住 这个伤痕还是在的 虽然复合了 对了一个 就是这个 失而复得 破了以后 又修复好的东西 以后我们怎么样 特别加倍小心的 是吧 所以这个就是 又加了一层 新的挑战 有的时候 我用这个 也来比喻 我们的友谊 French 也是这样 French 也不能随随便便的 你打碎了 再复合了 但是我们要记住 这个列文 还是依稀可见 就给大家看这个图 就科普一下 以前叫有一种说法 叫补碗 OK 还有补砂锅的 好 那刚刚就说了 这个 那 沟通的末日 事期是 有这种 四种嘛 很糟糕的 一个是批评指责 这英文呢 我翻译了 然后辩解 蔑视 还有筑墙 这四种 那 就是 Gaubman他们 也提出了 四贴解药 就 antidote antidote 四贴解药啊 怎么样叫 四贴解药呢 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批评指责 我们本来是要去批评指责人家 是吧 那我们知道 这个是 四其事 其中一种 那我们刚想批评指责 那我们说 这个 解药是什么 我是不是可以换种沟通的方式 就是这个我们就 学过了 所以我说 以前 两课的那个 操练是这么 多么重要 所以这个呢 就是叫 用温和的 开场 记得吧 叫 自我表达 I statement 这个也叫做 温和的开场 叫 Gentle Startup 这 前两课都 讲过 大家想想看 本来要 批评你 怎么 你这搞那么脏 那现在就 那个方式 大家记得吧 想想 我看到这个 很脏的样子 我心情是什么 我心情是很烦躁 是吧 所以我就表达 我的心情 我看到这个 很乱的样子 我心情很烦躁 然后 第二个呢 讲出诉求来 是吧 我希望你有空 收拾一下 希望你下次能够 东西呢 尽量归类 是吧 人家做不做是 他们的事情 是吧 但是我 我是批评 指责人家 而是表达 我的感觉和诉求 这个就叫自我表达 叫温和的开场 容易吗 这个 很不容易的 很不容易 小默想说啥呢 说 我说这个比后面的 应该会相对容易一点 说明你在操练啊 OK 那辩解 这个怎么办呢 想想看 我本来 哎呦 浑身的细胞 都想辩解 那时候辩解 对 那个不好 但是想想看 为什么不好 小默你说了 为什么 如果你说我什么 我就找一大堆理由 给你是什么感觉 就是 就是觉得你没有认真 听我说什么 你是不断的 给自己找理由 没有接览我的情绪 对 太对了 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找一大堆理由 你就对我刚刚说的 根本就 不重视 不认可 不管我说的对不对 就是 你就 好像我们说 甩锅嘛 马上就是甩锅 就是 所以这个怎么样 这个解药是怎么样的呢 我觉得这个 我自己也学了很多 因为我觉得人 我们从小学的 就是 哎呀 距离力争嘛 是不是啊 我们学的 所以这个一个 铁脚 大家看看 有意思吧 就是要承担 至少部分责任 因为人家指责我们 可能也不完全的 空穴来风 人家说 你怎么又忘了 那我 以前就说 哎呀 大堆理由 那现在我至少跑上来 就说 就是我不知道 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就现在 我就要操练自己 马上先说一个 抱歉 这件事情没做好 可能待会儿 可能我的确是有理由 那我再讲 但是跑上来 先道歉一下 这件事情 我也有部分责任 容易吗 但是其实说一下 sorry 又会少一块肉吗 就说 抱歉 你着急了 我想我可能有点子 就我说不清楚 但是我就说 可能有点子 不要以偏概全 觉得我就是完全 永远是伟光正啊 都是人家错 就是至少 可能 只是可能我现在没看到 但是我就先 一个人嘛 就是知道 人物完人 肯定是哪有一个 查处啊 披露 自己没看到 有什么盲点 至少是我可能 哎 我在帮妹妹注意 这个我觉得 这些 这些药 非常的 有效 有意思 就是因为 很多人是没有想到 尤其是我们 大多数这里 都是好孩子 是吧 大多数都喊孩子 觉得这我有啥错呀 是吧 所以这一点 我们学会就不去 其实就觉得 好像没啥错 但是如果我们 这种态度出来 对方就觉得 我们没有聆听他们 根本就没有 关注人家的 这种 不管是抱怨 或者什么的 好 这第三 第三个就是 蔑视 蔑视这个 本来就像 恨不得就是 最狠的话甩过去 这里的蔑视 就是因为 你就是恨不得 这个简直是 想骂人 觉得 觉得这个 只是垃圾 或者什么 就是比较难听的话 都要骂出来 但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其实也超 先联联听 然后要表达 就是这个人 实在是 实在是不可理喻的时候 我们也要去 什么 跟人家共情 说哎呀 我看你好像 很生气 你好像 火很大 然后 因为他这样子 是不是 有点 可能是 过分了 至少 蔑视 我觉得 这个不可理喻 然后我再说 自己的感受和期望 这个温和的 这也是温和的开场 本来想蔑视人家 不管是言语 眼神 什么的 但是这个时候 就是先去跟人家共情 我知道 这个很难 上星期在教会 有一个姐妹 有一个 我就后来 跟她也开玩笑似的 我说 你这个没跟你的孩子 共情 她就说 我逮了她正着 因为她坐我边上 然后 就说这个多难 我们一开始 就是不去聆听 也不跟人家共情 跑上来就 跟人家说 不行 怎么怎么样 所以就是这个呢 就是 这个就是要提醒我们 先聆听 跟人家 共情 共情就是表达理解 是吧 她是情绪方面 或者她的 思想方面 你就跟她共情 然后你再表达 你这个 你们要去这样做 很危险的 要过马路 这个 妈妈觉得 这个自己不能去 要大人陪的去 这种 就是说 否则的话 孩子觉得 你们还怎么对我们 那个 这么不信任 还不把我们 当什么 这个 也不说 当人看了 就是好像就是 现在其实我们都很能干了 我们都行了 你现在这么小看我们 所以 所以这个是 跟大人之间 也要操练的 所以这样的话 大家想想 如果我们能做到这样 是不是可以避免很多的 大的冲突 然后这个 住墙这方面 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 大家来看看 这个漫画 看得到吗 你看这个 老头老太太是不是吵架了 是吧 互相不理 谁也不愿意 然后坐在这个 长椅的两端 就希望越远越好 但这个时候 哇 电闪雷鸣开始下雨了 然后这个老头 做了一个什么动作 本来他们是筑墙了 就是冷战了 结果就下雨了 老头 还是把伞 撑开给老太 去当女 所以这里英文 Love is caring for each other even when you are angry 就是爱是在生气时 仍然温馨对方 所以这个 这个呢就是也很难做 但是他们你看 为什么老头可以做到这一点 如果当时在死命草的时候 他肯定做不到 那两个人分开了一点 稍微安静下来 老头好像有一点点 这个怒气平息 他就下雨了 给你擦吧 老太婆就给你身上吧 好 所以这个就是 一般就是要做这点 一般要先要自我安抚一下 然后呢 去恢复连接 就是我觉得 有的时候我举 我们家的例子嘛 也是 有的时候 也不想理对方了 那后来就是自己平静下 不管用 我以前上次给人家看的 给大家看 如何平息自己的这种 不良情绪嘛 各种 我比如说看一个 段子啊 或者祷告啊 或者吃点好吃的 什么平静下来了 但我 我们两个就是 好像就是 会对方 就是泡杯茶呀 或者泡个咖啡呀 就是因为叫sheepishly 就是就去坐江西站 彼此给个台阶下 就是说 等自己安抚 自己以后 然后呢 去 做一点恢复连接的事 我不知道这里 这点大家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不知道你们家里怎么干 无厌你们家是怎么做的 就是 要要这个 融化这个 冷战这个局面 这个冰雪消融怎么做 没怎么做 反正 我就假如早上吧 早上 昨天晚上夜来家 在我们家睡觉 然后早上小多 那不就 要去踢球吗 那我说让夜来家 在家睡觉 然后我带小多去踢球 那亨瑞就火了 说我把小孩弄来了 然后 不让小多陪他玩 我说他在睡觉 要带小多去踢球 然后他就发音机 又发音机来讲我 然后我就不理他 然后 后来 我感觉肯定是有 圣灵会带我们的 然后我就祷告 我就带小多去了 然后就祷告 我什么话 我也不回他 我也不搭搭的话 然后刚才 我在上课的时候 喝着断了一杯咖啡 给我就好了 你看这个是 就是啊 那跟我们家差不多呀 就是反正你就安静一下 他也安静下来 你们可能都是祷告 或者用其他方式 然后你就 哎呀 总是恢复连接 就是有表示的嘛 是吧 然后他每次讲 你要发火的时候 你就想想大师母 给你上了课 然后我就 哎呀 我后来这句话 其实对我打击挺大的 我心里想 哎呀 那我还做不好 那不是我课已白上了吗 然后我就记着这句话 我想你要发火的时候 我记着大师母 给我上了课 好 那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这几点 这个可以避免 很多冲突的升级 也可以让我们在 不仅是亲密关系中 还在其他关系中会 这个关系有 有增进 有突破 好的 我很喜欢这个 这一部分 所以我上次 有讲过 要探索一下 叫一个叫 这个英文叫 Love Style 其实刚才说 爱的风格 其实这个 我的理解 是 其实是讲我们与人的相处模式 这个是 网络上是有英文的 就是他这个叫 网站叫 How we love 这个是有这个 夫妻两个 叫Milong and Kay Yukovic 他们创立的 他们也是研究出来的 这个我是 也是 我最喜欢的一种 辅导的一个方法 就是要探索一个人的 这个相处模式 那我呢就稍微翻译了一下 所以他这个可以说到 我们如何相爱 那其实是不仅仅是 相爱好像觉得是亲密关系 其实不一定 其实就可以延伸到其他的关系 就是与人相处的模式 是有其中要注意的 我今天不想讲的很深入 主要是想 拿几种 这个相处模式 比较会引起怒气 所以这个 因为跟我们这个有关系的 我非常小 是我以前我实习的时候 有个老板 他说叫 告诉我的 叫我用的 我一开始用的很双数 现在用的非常溜了 要深入探索的时候 都要用到这一点 这个 他是有将近 七 完成八十个问题啊 他的问题比较多 回答完了 就会有一个结果出来 所以五种相处模式 所以这个相处模式 我刚刚说了 就是亲密关系和非亲密关系 有的时候大家不知道 有什么 知道什么区别 就完全不一样的 顺便说一下 今天可能会时间比较长一点 最后的门课 我也想把它 就是能够都能讲到这几点 大家有问题吗 可以吗 可以 好 大概要一个半小时 好 所以我就可以跟你们多探讨一下 如果 咚咚咚冲下去 我觉得 可能效果不是最好 我情愿就是慢一点 好 那谁能告诉我 这个亲密关系和非亲密关系的 主要差别在哪里 一句话 小默 亲密关系会肆无忌惮地讲话 非亲密关系会注重表达方式 那问题是为什么呀 为什么你觉得亲密关系 你可以肆无忌惮地讲话 因为就熟悉了嘛 好像觉得我说什么 你都无所谓了嘛 就这种感觉 怎么说 好像反正熟了 我说错了 好像又有机会改 或是怎么样 反正就觉得熟悉了 就放松这种表达的语气啊 或是方式啊 都会不够警惕 那你对一个陌生人 或是第一次见面的人 你总想给别人一个好印象 或者说你的表达 总希望人家 哪怕只有两句话 希望他那个更多的 对你是一个高评分的 这样的一个认识 对 谢谢啊 所以就是小莫刚刚说了 是会两个结果 后果是不一样的 是吧 因为亲密关系 你那个如果万一说话 说了不太注意 可能还有弥补的机会 但是这个不是亲密关系的人 人家就跟你摆摆了 是吧 就不要跟你做朋友了呀 是吧 所以呢本质上是什么呢 本质上就是亲密关系 就是有较多的利益厉害的关系 非亲密关系就是本质上 比较有交少 或者没啥利益厉害的关系 大家觉得这 有利益关系 就像我想断掉都断不掉啊 又扯的 如果想结婚啊什么的 又扯的又就财产啊 孩子啊 能这么容易断吗 但是非亲密关系就比较 容易断 它就断起来就是比较简单一点 然后亲密关系 比如说是父母关系 我们的血缘关系 能那么容易就割断吗 所以有的时候 我辅导 也不少这个母女关系啊 什么的 家庭关系 就非常的复杂 但是都是可以疗愈的 就是 所以这个是有关系的 所以为什么他们这么重要 就是要来辅导 就是像很少啊 就是朋友之间 有出了问题了 要来做辅导的 这个不多 都不多的 所以一般都是亲密 因为他们有利益的 这个 结合 相连 或者纠缠 在那 有没有状态 所以想想这个 是不是能够去解释很多问题 大家可以想一下 然后呢 就是这个会议 你会出来几种 结果嘛 五种嘛 然后你要记住 这个不是个标签 啊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是这种 我们叫什么什么者 是吧 什么什么者 我是控制者 什么的 不是个标签 而是 这个 模式 你的相处模式 是反映你童年 或者成长 环境是如何生存下来 所以这点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有这种模式 是有原因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当初 我基本上只能这样 那跟人的个性有关 才能生存下来 好 还有就是 要知道这个模式 不是你的 反映你的 不是性格或者性情 性格性情是另外一种 还是说明 你与人相处的模式 是如何受 童年经历的影响的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 这个就是比较深的东西 然后 后面一点就是 这是反映你 成长中的内心创伤 所以就 需要疗愈 有这个创伤就需要 人家不会 一般是不会自己好的 因为你自己 就是磨磨糊 也不知道为啥 所以就疗愈 需要有对这种模式的理解 并且操练健康的相处模式 这个是比较 听起来比较好像复杂一点 所以一般做这个都要好几个星期 做这个探索和这个疗愈的过程 还操练都要好几个星期 甚至一两个月 好 所以这个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有 这里我就先列了三种 这个英文 我就不那个翻译了 就是一个逃避者 这是avoider 就是一种 这是结果出来 然后就是 这种pleaser 是取悦者 这个victim 受害者 所以就是说 这意思说 他们 就反正不管童年啊 或者成长过程 经历了什么事情 就是让他们当初就 主要成为了一个逃避者 或者就是 他有的时候都并列的 他同时又有受害者心态 又是个取悦者 有逃避者 同时 有的人有一样是比较明显 就是跟他们家的原生家庭 或者他成长过程里有关系 最近我辅导一个人 让我学了很多 我发现我就真的是 发现 因为他情况很不一样 我觉得 哦我明白了 他说他家庭原生 这样也蛮好的 后来我就觉得 我们的大陆来的人 是处于那种 以前爹亲娘亲 不如某某某亲是吧 不如某某某党亲 这种啊 所以你当初是 是以那么多父母的 所以在那种 那种 这种父母 父母打个引号啊 情况下成长的 所以你 你的原生家庭 有的人是主要是那个东西 所以这个以后 我得写篇论文啊 所以这个 又 我说后来 我猛然就想输到 他是没想到 就是咱们是 那种款亲啊 他就 结果是 他就是受学校啊 或者 这个社会这种 的这个 影响和压力更大 或者七大姑八大姨 这种事情 还不是他父母 我不知道有没有道理啊 所以这个 有这些 模式的人 他比较会得 抑郁症 或者焦虑症 甚至严重的 成瘾 因为太痛苦了 尤其是受害者心态 那种 太痛苦了 他就需要用 酒精啊 药物啊 来麻醉自己 我是不把那种 当坏人的 很多人 那个人怎么样 酗酒啊 吸毒 我是不把他们 当坏人的 是因为 这是 他们就太痛苦了 他当然是用了 不好的方式了 所以他们需要帮助嘛 需要脱离这个 成瘾这样一个 疾病 所以这个就是 他们 就是说 这这几种 就比较会有 这样的风险 那还有两种 一种叫 controller 控制者 一个叫 vacillator vacillator呢 叫什么呢 喜怒无常者 就是什么 今天是 我辅导的行动 无常者太多了 我就给他们 主要 我说 你这是 翻脸 比翻书快 你说 哎哟 那就是我呀 所以 这个就是 就是 这里都很讲 这个主要探索 是原因 什么的 所以这样的人呢 大家想想 这个刚刚 现在五种了 就讲了 哪两 哪几种 是比较容易 有入器的 谁讲一下 无厌 你觉得哪一种 比较会 几种 比较会有入器 哪几种 会比较有入器啊 就我们说话吗 对 比较说话 或者 其他东西 就是五种嘛 五种模式嘛 逃避者 取决者 受害者 然后是 控制者 行动 哪一种 或者几种 比较容易有入器 控制者嘛 还有呢 老想要控制别人嘛 然后自己 然后有的时候 自己情绪也 掌握不好嘛 然后 还有一个就是 言语上的这种 对别人的这种 蔑视嘛 都有 还有就是这个 喜露物常的 这个容易有入器 对 所以我给大家 这么列出来 就是这两种 你想前面的 逃避者去 逃避者 他就不跟你吵了嘛 他就 像那个 鸵鸟一样 是吧 把头 埋到沙子里去了 取悦者就 哎 行行行 就是取悦人家 你要我做啥 就是说 受害者也是 躲在角落里面 就是这个 受害者的心 但受害者 他一旦这个 叫失害者不在的时候 他有的时候会反扑的 所以这个也是 比较麻烦的 所以 所以这个控制者 行动无常者 所以这个控制者 有的时候是 就是这两种 都是在一种 比较家庭环境 尤其是控制者 或者受害者 在成长过程 就是比较混乱的 他只有 哎呀 就自己 就控制的 就本来性格 就比较强悍 小孩的时候 你敢打我 我就离家出去 我就跟你对打 那么小时候 他就个性 基因就是这样 所以他就长大 都觉得 我一定要这样表现出来 我才能生存 所以这个控制者呢 就是他问题是在哪里 他以后就是成年了 其实人家说话 根本没有那个意思 他就是控制者 因为他就是好像挺 好像挺容易发毛的 人家根本没有意思 他又跳出来了 觉得好像 其实就出来 来了一个小羊 他就 人家小羊可能 甩了一下头 他觉得是老虎来了 又要开始打人家 要打虎 所以他这个就是 控制者特别容易发毛 特别容易发怒 喜怒唱者 我觉得 大陆来的很多有 因为喜怒 主要是来自于一个 他成长 就是他得到的爱 是不确定的 就是父母有的时候 有空了就爱我们 没空的时候 他又忙自己的事 我们知道 他们不是不爱我们 但有的时候 他就 我们希望得到爱 得到安慰的时候 他说不见了 找不到他们 后来我们就 就是会 我们的情绪就会很波动 永远在期待有一个完美的爱 在那等着我们 所以这种 恋爱脑很容易是这个 恋爱脑 以后有空再讲 到时候讲婚姻的时候再讲 就是他永远 因为他没有得到 因为如果我们从来就没得到过爱 就像 就是逃避者就是不太得到爱的 所以他也无所谓 就是很冷漠的那种 但是喜怒无常 他得到过爱 然后又莫名提到失去了 所以他永远在渴求那份爱 那琼瑶小说里可能一大方这样的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也是中毒者了 所以就 就是每次就有很高的期待 等待着白马王子啊 等待着自己的什么公主啊 来到 但是跟他一接触觉得 哎呀 这不是我想象中的吗 马上我们就把那个人就 推下神坛了 然后就我们就非常愤怒 他就会发作 所以这个就会翻脸 所以这个 这个 也是比较麻烦的一种 所以但是我们这里 你最主要就要有自我认知 然后要学习 这里有很多叫growth tips 就要成长的一些 妙招 就要操练 操练怎么样成长 那我今天就不讲这个了 所以 他这个 这两种在路区管理方面 就会有风险和挑战 这个是比较 所以最后 看几点了 讲一下这个家庭暴力 因为 有人就是有这个要求 我上次讲了 这家庭暴力是一种 比较极端的 比较危险性特别大的 一种行为 或者 或者言语 所以这个家庭暴力 不知道大家知道 它的定义吧 就是联合国的定义 就是 定义为任何关系中 为了获得 或者维持 对亲密伴侣 强力压制和控制的 一种行为模式 它的目的是要 能够获得 或者维持 对 这里是讲亲密管理 其实还包括其他的 等会讲一下 要压制或者控制 所以这个是联合国的定义 以前 我辅导这样的人的时候 我一个不太清楚 后来我要写一下 就是 这种 方式包括威胁 因为我以前辅导一个人 我没打他呀 我没动手 但是 后来 我跟那个都导探讨 他这种言语 都是有威胁性的 这也是符合这个 这个家暴的定义的 好 所以 而且呢 这个方式是以身体 或者性 或者情感 或者经济 或者心理 那等方式去影响 他人的行为 或者 威胁采取 此类行为 然后他的目的 就是为了得到这个 压制 获得压制 或者控制 这就包括 这个具体的 动吓 胁迫 什么的 辱骂 伤害 都包括的 然后就是 可以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 本来说 是不是这个 比较没有文化的人 不是的 不论其种族年龄 兴趣向宗教 或者性别 不论 可以 也可能出现在各种关系中 包括夫妇 同居办理 或者约会情人 儿童或者其他亲属 或任何家庭成员 任何都可能 那比较倾向于是比较 这个密切的关系 因为你就接触的多嘛 压力摩擦也会比较多 然后这种事情发生 会影响所有人 不管他的经济 社会背景 他的教育水平怎么样 都会隐形的 牵手 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就跟前面有点一样 不管他们年龄 就怎么样 然后 所以他的目的是 施以强力和控制 然后这种事件 很少孤立发生 就是有的时候就说 就发生了一次 是吧 如果就我们不注意的话 就会 会不断升级 而且呢 会愈猎 然后这个严重的造成身体伤亡 或者死亡 所以这个就 就是有一些图啊 就是 好像是比较 简单 能够说明一下 这个以前我找到的 就是这个中文的 你看这个是繁体字 中国这方面研究什么还不多 或者很多就属于 家丑不可外养 就比较少 所以一般我 搜索的时候 我都用繁体搜索 就会出来 那就是应该是台湾啊 或者香港这方面的 研究的结果 大家可以看到 刚刚你说的 心理延迟性 或者就是隔离人家 把人家 把人家这个锁起来 威胁这里 然后这个是 其实是从美国的 这个研究机构 翻译过来的 他讲的比较具体那一种 也是这个 所以他中心围绕的 他目的就是权力以控制 就反映在各种 这个肢体啊 精神啊 性啊 精神 所以这个也是 这个字比较大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就是 还有一点 我就想讲一下 就是有两种 暴力 domestic violence 就是这个家庭暴力 domestic的家庭的 violence暴力 所以两种 一种是situational 情境型的 就是性格的人格型的 大家看看情境型的 比例占了怎么样 比较多吧 80% 然后 下面一种啊 性格的人格型的 20% 谢天谢地啊 因为大家想着哪一种 比较吓人 20%的这种 性格型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抱歉 我现在没有时间 这个翻译了 这是我以前在 上课的时候 我做的记录 笔记 就是 situational 就是说是 一般就是有一个 什么样的导火索 结果两人都没有 搂住 没有搂住 结果就 有暴力倾向 一般呢 她的 请静音一下 你说把妈 推着打开了 请哪位静音一下 小莫帮她静音一下 静音呢 所以她的结果呢 一般的 这个伤 这个问题啊 或者伤害 比较小 然后一般 就没有用到什么 刀啊 或者枪的 但是 这个问题 我们可能不知道 是不是大家 我们听了 不太说 大家觉得 这种情况 大多数是女性 调节啊 男性调节 想一想 我觉得多数是女性 是吗 为什么 因为女性就是嘴巴爱说嘛 总爱惹动别人的怒气 有时候也是 好像哪句不伤人 不说哪个句那种 就是天然吧 天然本性 女性 别男性 爱说 大家觉得 是不是贬低我们的怨气 就对我们惹的 这也不是啊 因为我们可能惹了 但是 你还是有责任 搂住自己 是吧 有界限 是吧 但是 当然 双方都有 都有一点责任的 所以 但是这是研究表明的 同纪 就是说 女性 引起这样的 autocation 就是这种 推打吧 70% 1% 70% 有点吓人 就是说 所以我这也是让我们 要警觉 然后呢 一般这种情况下 也不会 上升到 非常 高风险的情况 就是叫 情境性的 然后呢 然后我们做了 也不管是男的 女的做了以后 都会觉得 非常的羞愧 我怎么会 这样子做 都会懊悔的 所以这就是 situational 情境性的 然后呢 然后就是说 violence 这种 暴力是 reciprocal 就是双方的 就是我们这一个巴掌 我们太不响嘛 情境式的是 双方都有 就是有 有责任的 就是 跟你刚刚说 有的时候怎么样 咱们就赶紧倒 逃是吧 那就不会升级嘛 但是很多说 谁怕谁啊 那种就 就会升级 所以这个就是 很多时候是 双方都有责任 然后就没有很明确的 到底是谁 主要责任 大家 这个就是给大家了解一下 然后就是 这个 人格型 性格型 这个就是 我们如果看到上报的 上了报纸 比较大的 这种 报告的一般都是 这种情况 就 get all the media attention 就是 就好像在媒体上 都会 报道的 就这种呢 就是 因为就是很明显 谁是失害者 谁受害者 是不是 不是这个叫 symmetrical 上面一种呢 是比较 好像是能够 镜像的差不多 对等 下面一种 就是完全 就是天平 是倒的 一个是 失害者 一个受害者 另外还有一种 就是 你会比较 要就是强调 这种情况 就强调 我是我来 掌控 你一定要听我的 怎么样 这样 然后这种 还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 斗牛犬式的 还有眼镜蛇式的 大家觉得哪种 吓人吗 哪种吓人 眼镜蛇 吓人 对 眼镜蛇吓人 就是斗牛犬 就是你 这个人可能是有 这个个性 这个人格 这个形态 但是你不去惹他 他一般还行 哦 你动了 动下去 我是看到最难 最吓人的那种拳嘛 但是就 pickball 就很 我觉得是很 你看有的人 可能是主人 如果是作为宠物人 主人拳 他特别好看的 是吧 那我就是看到他 也害怕 眼镜蛇 就是 哇 就匍匐在那 伺机而动啊 你根本不知道 哭一下 是吧 你就铺上来了 那比较吓人 然后 就是受害者 他就会 一直会有恐惧 就是如果 这个情况下 所以这个是 希望我们就是 不要遇到或者 尽量少遇到 或者避免 这种事情发生 好 所以就是这个 所谓的虐待 如果提到这个 日常的这个讨论上来 就是因为 它有个循环 就是大家有没有 两个人这个 你们说 炒了家 后来又进入灭元器了 后来又炒了 后来又 这个 这个好啊脑啊 就是这样子 在钻圈 就是这个其实 咱们觉得 哎呀 好棒啊 他们和好了 是吧 但是如果这个东西 几次这样 换到我们下 叫有一个 叫Red Flag 有一个红灯要亮起 是不是有个虐待 循环在这里 大家看到这里 有个地雷 好像 然后这里就是有火 就是爆炸了 这个哇 又相爱了 这个甜蜜蜜啊 然后这个就绿色的 就好像很平静 那我们知道生活中 不断是有这个摩擦 有压力 到后来这个 这个地雷 这个里面的这个 这个压力又开始增加了 然后碰到一个导火索 一下又 爆炸了 是吧 但然后后来 你看看大家 这个能看到 后面就是有一个 就是又是送花呀 这个甜蜜期啊 蜜月期什么又来了 是吧 所以 因为有一方面会悔恨 我知道还有人跪下来呀 你怎么样 求爷爷告奶奶呢 就是来恳求嘛 就一方 对方 我不是说男的女 男女可能都心软了 就行啊 给他一次机会吧 什么什么的 是吧 但是如果这样反复发生 我们就要警觉 这是不是一个叫虐待循环 虐待循环的话 一般情况下是 就刚刚说的 就是第二种 会比较多 第一种就是 真的是我们是没搂住 然后我们很后悔 然后我们就会 如果想保持关系的话 我们会尽量去学习 来操练好的沟通方式 我们有这种认知 会慢慢有认知 或者有这种 态度和行动出来 但是下面一种 如果是人格性的 就是 我有几次提告 就是人格性就是 就是他就没有 几乎没有什么认知的 他都觉得都是别人的错嘛 是吧 然后一般也不会来寻找辅导的 为什么呢 因为那是他的错 我也没错 是吧 所以他都振振有词的 所以就会有一个 这个暴力循环 就是很吓人的 好 然后那怎么办呢 这个暴力循环 我们知道这个很危险呢 因为 媒体上的话 谁谁谁被打死了 被枪杀了 什么的是吧 不时的会 听到或者看到的 大家想想 这个循环怎么打破 这是警察局的东西 我也找到了 有没有谁 能够想 怎么打破这些 我能够跟他 这个距离力争 又怎么样 在这种 比较危险的 虐待循环的情况 怎么样能够打破这些 雷迪 我觉得 如果是我的话 那就逃避吧 我觉得这种 打破不了 要不然 他也不愿意 去看心理医生 他什么都不愿意 改变的话 那这种人 是不适合 不适合谈恋爱 结婚的 因为我以后有孩子 他可能还会对孩子这样 那更可怕了 所以就是 当然就是 所以这个很重要 我们最好就是 一切都能够扼杀在萌芽之中 是吧 就不进入这个关系 但很多 这种刚刚说 有种人格方面 这种人还特别有魅力 眼镜蛇 美女蛇 美男蛇 就是说你进去了 你才知道 哎呦 怎么会这样子 所以到后来 如果到了很危险的地步 就是 这个是警察局 我以前的老板 是个警察 所以这个 就说 这个说法 就这英文 我就给他翻译一下 这句 the cycle of abuse would not end until someone reports the problem 循环不会 终止 怎么样 直到什么 举报 曝光 听起来有点吓人 但是你想 就是我们要做一个选择 但是 因为这个情况 我跟我老板 已经探讨过的 就是有的人 不是就一举报 就马上被那个男的打死了吗 所以 或者女的打死了 也有 媒体中也看 女的把男的打死了 也有 就是 但是我们老板说 反正你怎么样 也是一条死亡 迟早要死的 你举报 可能有一条生命 就是 50-50 就很危险的 所以这个 我们要帮助 待会我看一下 我呢 我们以前在这个 叫狩虐 妇女 儿童收容所 工作过一年多 是实习的时候 去辅导 这些妇女 和他们的孩子 这个英文叫 ship fold 就是羊圈 或者羊站 是我们羊的地方 所以一个基督教的 一个机构 我去的地方 是保密的 我以前 每星期去一次 开车去 是 很早以前 几十年一个 很有爱心的 一个富豪 就把他整个 庄园奉献了 这个庄园里面 很多很多的小 这个很可爱的 小房子 小小洞别墅 就是 他们一开始是住在 刚进去 住在一个大房子里 有个人有带着孩子 有自己的一个卧室 有厕所 但是他 这个大房子里面 他们需要 要 每天要查经啊 要祷告啊 然后要轮流做家务呀 轮流看看孩子呀 有很多的要求的 还有同时 他们要教你 怎么样写履历呀 怎么样去找工作呀 他一关关要过 直到你都已经过了 那个关 然后你可以 带着孩子 移到那个小的 别墅房子里去 哇 就 所以前面的关 很难过 尤其是 手机都要收掉 他很多这种 受女 父女 而且他们这点 特别难割手 那咱们就好像 现在手机 找不到了 像失了魂一样 是吧 所以我以前辅导 有人就是 偷偷用手机 后来就 就有一段时间 就得被 Kick you out 一开始就警告你了 如果再犯 就要把你赶出去了 你要遵守 这个卑伤制度 因为你一旦用手机 你的这种 肆虐着 神通可广大 他一直可以追踪你 所以为什么 那些地方都是保密的呢 就不用让朋友发现的 所以这个紧急情况 这里还是要 call 911 还有一些 就是家暴的 这个电话 所以让一些 他会告诉你 怎么样寻求帮助 比如要找到这个机构 然后呢 就是他们可以帮助你 关于法律啊 心理辅导啊 或者经济资助啊 或者收容所 这种信息的 所以这些就是 我们可以 就是寻找的 叫resource资源 要去使用的 最主要就是安全第一 关键就是 紧急情况下 就是要求救 所以这个 要结束了 所以这个 我们要 在我们的言行中 有无偿者就是用到 从小得到的爱 是一会忽悠忽无的 那种就会有那种 然后就是要知道 我们每个人活着 都是有价值和意义的 所以这一点 我自己的感受 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说 更加是告诉我们 就是光光依靠 人是非常的玄的了 你觉得我们从人家可以真正的 百分之百得到无条件的爱和接纳吗 能够真正得到安全感吗 能够真正得到价值和意义吗 这我自己很深的体会 就是我觉得只有从上帝那儿 能够得到这三样 我觉得就是能够得到这三样 就是让我们真的能够感受到 无条件的爱和接纳 安全感 知道我们的这个做人 真正有了这个价值和意义 这里有经文就不再念了 所以刚刚最后讲一下 如何与易怒的人共识 共住共存 就是这个呢 就是也是基于刚刚说的这几点的 几点的 OK 上面的就刚刚ABC 就是我们觉得太难了 因为我们现在在进步是吧 可能在进步的过程中 但是可能有一个人 还没有我们进步那么快 那我觉得已经 哎呀有点忍受不了了 所以这个 这里有七步要记住 让我们来学习 如何跟刚刚说易怒 或者有心理行为 健康挑战的人一起共存 所以这个我以前辅导 一些家属啊 是经常用到的 我也做过一个讲 这单位 工作单位做过一个讲 所以这个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就很细致的 具体怎么做 我就先这个 就是比较简单 那个概括 第一就是表达 同理和共情性 随时认可鼓励 能够感同身受 这是我们一直在 操练的吧 也是 可能是最有挑战之一了 然后第二就是跟这样的人 不要说哎 你怎么还不改啊 你要好好努力啊 你要去上课啊 因为人家已经是很弱小了 我们再这样去要求 人家会怎么样 你觉得压力越小 还是越大呢 一般我们 我们觉得哎呀 我们应该这样子去 去刺激他 让他进步的更快 但事实上 一般很多是事与认为的 所以要克制 嘴巴要出来的时候 闭嘴 不要说这样 要怎么说 这以后有机会再讲 可以讲婚姻的时候 可以讲 或者讲亲子关系 可以讲 然后要了解症状 这个就是 因为这些东西很复杂的 我们现在网络信息 有很多方面嘛 自己也去搜索一下 不要觉得对方的反应 是针对自己 所以我为什么要 讲那个 这个人际关系的模式呢 我要了解 他的成长关系怎么样 他是不是某种模式 所以他如果是 这种模式的话 我又是这个模式 就是很多时候 他不是针对我 他对着其他的 可能也是这样反应的 所以这个去理解 然后这个真的是 有挑战着 给专业人士 探讨治疗方案 然后下面一点 我觉得是 挺有挑战的 就是放下时间表 不要再计算 期待 他什么时候能够变好 这样子 所以这点也是非常难的 因为我们就 有的时候可能是 很受不了的 然后最后知道 这个这种是很有挑战的 单单我们个人 很难面对 这样的一些情况 那我们就是要寻求 或者接受 借了 这个外面的帮助 最后一点 也是非常重要 来提醒你们 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 就是比较 好像有种模式之类的 要记住 这是种疾病 大家 我不知道你们觉得 哪一点最难 自己可以看看 好 所以这个就是有这样的 我们有这样的态度 来跟一个人相处 是因为基于这样的 上帝对我们的要求 在贴撒罗尼加前说 一章 五章十四节 这个讲了有几点 警戒 勉励 忍耐 这个扶持 这几点 就是这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 很不容易 这个是我们慢慢学习和操练 这是因为我们每个人 最需要的就是这几点 我们条件的接纳 有安全感 我们要感觉到有价值和力 好的 所以下面呢 我就跳过去了 就是说所有的情况都是 其实都是 人的都是在基因和环境 相互作用的结果 英文叫nature versus nurture 有的人说光光是基因的问题 或者光光是这个后天环境的问题 我的立场是两种互相作用的结果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我们以前讲过了 就复习一下 跟我们这个基因什么 就跟我们大脑的结构啊 情况有关系 然后就是跟环境有关系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我很高兴哦 在座的怎么样 所以这个就是希望大家 要看看自己现在在哪里 是第一步还是第二步 第三步 第三步的是这里呢 咱们是不是在每天的操练 好的 那在座的有没有 有没有特别的问题 好 可以问一个问题哦 可以开放 我可以问吗 好 师母你刚才说就是不管是报警啊 举报啊这种情况 我觉得这种情况在国外是可以的 就是我们家亲戚身边就发生过这种事情 直接报警以后 这边警察马上上门带走 什么都不问 他会很害怕 他会有惧怕 他就再也不敢了 但是在中国呢 中国你报警派出所来了 就说哦 你家务事了 不要参与了 这种情况怎么办 我觉得真的是很棘手的问题 我也跟国内的人探讨过 因为他们跟我讲这样家庭的情况 这样子周外服事的发生 我当时为什么不报警啊 他也跟我讲同样的情况 就是中国在这方面很多的就不完善 很多的不完善 我觉得中国的问题就是 就是很 他怎么样从 是从上到下 还是从下到上 美国大多 或者民主国大多是从下到上 比如刚刚说的那个cheapboard 是吧 这个羊站 这个收容羊的这个战所吧 这个地方 他这个都是民间的嘛 是吧 非民意组织 我相信中国可能很多的 非民意组织也在做 只是我是希望这个中国的法律 有更多的健全 因为中国法律是有的 因为我又上网查的 那问题是 你的法律落实到什么程度 那如果是失害者 人家神通广大 啪啪啪就 是吧 就给自己脱折了 是吧 现在就是刚刚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我发现中国 就是好像非得捅到媒体上去 非得 当初有人这个什么录什么小视频 给他弄到网上去 这个来自这种社会的压抑 好像就事情会有一点点 改观 但是也是个很 长的过程 是吧 所以就是我想也是 祈祷了 希望中国这方面的 这方面的这个 应对 解决 会越来越好 受害者能得到 更多的保护 更及时的保护 好的 谢谢